呜呜呜呜 帅哦 今天训练是我们和风哥看完你们之前的那个在海选啊 包括第二节目的录像 然后我们商量以后制定的训练计划 我就过来带你们训练 然后风哥在那边继续看录像 搜集点新的训练项目 在跟球员讲解的战术什么的 我肯定讲不了太多很专业的这些东西 我也希望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那咱就别个人废话了 然后咱就开始训练 因为你们不看你们都非常想训练了对吧 行 我也是第一次带一个这么多的队伍训练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刚成立队伍我觉得我应该 在最短的时间把我想说的东西都传达给他们 我就挺难的 然后就换这个高这个低 谁可以吗 有人能吗 我试一下吧 来吧 慢点是吧 再挑大东来大东 这东你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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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小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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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试试 让他来 是上上 上上上 加油 来了 快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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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好的 这边框架做了十个 一 二 最近感觉挺心压的 他做了好多双球逼球 其实我的时候都试了一下 我做不了 加油 加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恭喜 哇 来了来了 呃哦 各位 大家 哇 来了 哎呦 幸福了 训练帮子 我分工分得很细 这个专业训练当然是交给可定初号 我的部分呢是教他们健身 训练 这个优美的线条 我以前怎么练的 我就会教他们怎么练 那我 会真正的教你们 如果你们要真的到最高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你们就需要学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比较 没有那么好玩 可是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NBA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就特别想知道 这些球员平时是怎么打球的 我规定紧格 我们要打的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再打 我们用的一号战术 就是全世界球队都在用的牛角战术 后卫拿球 中锋和前锋在湖顶 给后卫做挡柴 如果选择往中锋方向走 中锋直接下顺 看看后卫选择自己突破 或者传给下顺的中锋 如果往前锋这边走 可以和前锋做手对手 利用前锋挡柴 中锋下顺 下顺结束以后 看三个机会自己上篮 传给下顺中锋 或者是湖顶的前锋 三分机会 我们的二号战术 就是前锋在来下 利用中锋的下演户 弹出了三分线 有机会的话 直接投篮 如果都没有的话 中锋马上跟前锋接 当差 然后前锋突破或者下顺 利用前锋的突破 来选择哪个机会更好去完成中锋 我们的三号战术 是一个主打内线的战术 就是后卫在互顶拿球 前锋摆脱要球 要完球以后 中锋上来给后卫被掩护 后卫空切走 前锋可以直接传给这后卫 后卫上来 如果没有机会 后卫马上去给 湖顶的中锋被掩护 被掩护以后 中锋利用被掩护 往来下走 前锋就可以传到中锋 打到内线去 我把这条招式交给他们 主要是 让后卫和中锋独捉 一个挡抬背后 我猜他们会最多的打法 就是挡抬 而掩护 如果是掩护是这里 然后它这样子 这是最有效率的 最危险的 所以我也是 就是45度还是这样子 还是可以控制它 它不能往左边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防守的时候 不能这样子看 因为很好的进攻的人 你一看 它就走了 如果我需要去盖帽 你 对 你就这样子 控球后卫你要 不 去接篮板 对 您说他对一些细节的把控 非常非常的完美 你后背怎么去更好的突破 有一个路线 到了一定的层次 你该快的时候快 该有节奏的时候要有节奏 跟平息现在差别还挺大 您说我好像教我们特别专业的知识 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您说我好像教你打篮球 周杰伦 教你打篮球 就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然后才发生了 我很简单 来 我们先简单一点 正常上篮就好 緊张了 可以 他有节奏跟做上一个助教一样 帮我们封盖啊 帮我们传球啊 站在篮下 我们每个人冲着他去上篮 会有一种身体对抗 也有一点危险 但是他觉得 为了我们提高 他很愿意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现在用刚才我们的战术打一下 不要个人防守 要你一突破 一突破 只要队友在身边 就马上下回来 马上回来 突破 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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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 我在听 你在听你做呀 我要你上来你做呀 你看大家都好好做 你上来干啥呢 打一打一打多 没练过 那你去突我来 来来来 你突破 来 走 来 啊 下下下下下 要要阅育你来了 走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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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再来 走走走 突破突破 上上上上 从小练球就是没有去校队过 像他们高中的一些名校篮球队 或者是大学的 我都没有参加过 也会突然觉得我自己不会打篮球 他不打了 你不打了是吧 不是你还打吗 没有我现在蒙过 没办法练 我吸收不进去了 我觉得不管蒙不蒙 你要上去接受 我不想落下你 因为我小时候体验过这种感觉 我不想让别人体验到这种感觉 至少你现在有个态度 为了一场比赛非常的去投入 而且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 这样如果我要是你 我会珍惜这只机会 我觉得这非常好的机会认识 所以我觉得我想 所以我觉得我想 我想让你们都好好练 上来 你不比别人差啊 开始吧 来 来 来 去吧 我很渴望去比赛 我也不希望被淘汰 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就去展现自己 上次到今天进步了很多 我觉得你们练得很好 不管它没有什么赛制 但是就是 我们就把它当笑话来看 好 那是